12月2号,在浙江嘉兴同乡,一名5岁的男孩随母亲去菜场买菜,趁母亲买菜见戏,独自跑到菜场外玩耍,被压在了无情的车轮下。 事发后,男孩的母亲在原地苦苦呼救了十多分钟,但围观的人多是冷眼旁观,最终男孩不幸离世。 视频监控清晰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悲惨一幕。 2号下午4点20分左右,赵氏的接送车游西转向南出现在镜头里,在梧桐街道仲善新社区供销市场门口停下。 随后,出世的小男孩小炎哲出现在了镜头前,只见他独自一人绕着车子玩耍,还不停地摸摸这儿拍拍那儿。 此时,车子突然启动,小炎哲被车轮一年而过。 视频显示,看到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儿子浑身是血躺在车轮下一动不动, 小炎哲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呼救,请现场的人帮忙送儿子上医院。 但这时,赵氏司机却在一旁躲了起来,而现场的看客也多是袖手旁观,没人过来帮忙。 监控中,只有一位手推婴儿车的女士跑去求助一辆白色轿车,但司机却倒车驶离。 事故发生十多分钟后,江西物园人战国锋买完菜从市场出来,见到了这一幕。 过去看了一下就看到,有个女的抱着小孩子坐在地上在哭, 大概离了个中巴车,大概也就是三五米的样子, 那好多边上也有好多围观的群众在看。 孩子的母亲也哭得非常的清惨,非常的绝望。 那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小孩子的头上在撩雪, 脸色也很苍白,马上就跟那个边上围观的人讲, 因为我来送他,你们随意来帮他帮一下。 最后开始喊了两声没有能答应,想应我这个号召。 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一个汤师傅, 我马上过去跟他讲了,他马上觉得好的好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和汤师傅就把这一对母子扶上了我的车子。 战国锋口中的汤师傅是菜场的工作人员,名叫汤法华。 据他回忆,事发五六分钟后,他跑了出来, 看到小孩的嘴里一直喷着血,他立即报警。 但由于菜场比较偏,十多分钟过去了,急救车仍然没有来。 出车祸的地方距离最近的医院大概有六公里, 战国锋边开车边与医院联系,就这样打着双跳一路狂飙。 十多分钟后,车辆到达同乡市人民医院,医院担架已在门口等候。 但可惜的是,抢救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。 据医院诊断,孩子大概在送来十多分钟前就已经死亡。 对于这样的结果,战国锋很是惋惜。 他说,他要是早点出现,也许孩子还有救。 据了解,撞死小颜哲的大巴车为当地乐购超市的接送车, 但接送车属于当地一家旅游大巴足领公司, 而撞死小颜哲的司机姓高,已经有30年驾龄, 目前警方正在处理该事故。 据同乡交警透露,事故责任还要等孩子尸检报告出来后认定。 事故发生后,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市民, 多数市民表示,如果自己在场,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先救人。 但也有一些市民表示,不敢只身相救。 他们坦言,现在常有善举反被诬陷的事情发生, 这是如今善人不敢做善事的主要原因。 可能是别人也怕承担责任吧,我是这样觉得的。 还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嘛,有那个心,但是不敢去做。 当天这社会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吧, 你还要是旧了,又可能都是说那个捧刺那种吧, 是吧,有这种严心。 其实我觉得从人性角度来说,大家是愿意出手去相救的, 但是可能由于发生过一些不太和谐的事件, 所以导致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变成了我们想救人, 但是可能却不敢去救人了。 在采访过程中,市民纷纷呼吁, 当前社会道德体系应得到制度的支撑, 出台保护制度,鼓励社会行善。 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出台一些相关这样的法规或者政策当然是更好。 因为这种事情真的需要有这么一个制度去完善它。 如果说真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在保护我们吗, 那我觉得人的这个道德方面肯定会更, 大家会更没有什么顾忌去帮助人。 感谢观看。